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想怎么样 你说吧 我想怎么样 罗晶晶就离我五步远 我都没有过去 我还能怎么样 谢谢你上次放过了我 既然我们今天在这里见面 那你就说个数吧 你现在有钱吗 你把自己卖了多少钱 四平 我知道你不开心 今天你约我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要多少钱 才 才能不恨我 恨 我不恨你 我恨你 恨我自己没有罗晶晶那样的好命 人往高处走 我要是你 说不定也会这样的 我帮过你 也没少跟着你吃苦 这些你不会忘记吧 趁你没有忘记 帮我一个忙 不过分吧 什么忙 你说吧 宝春制药厂的扩建工程正在招标 张兄也想投标 你现在是罗老板身边的红人 弄个标底不困难吧 什么 可那不是经我手的 再说 那是秘密 不行 不行 不行就算了 反正我现在是人才两空 什么都没有了 做起事情来也痛快 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四平 我们厂的扩建项目 那要求是非常高的 张兄现在的资质 恐怕不够格吧 张兄早就想好了 他会找一家大公司 然后给人家一笔钱 以这公司的名义 把这工程揽下来 然后人家什么都不管了 你要知道 得到一个项目 不是那么容易的 再说 这件事对张兄很重要 可是对你 真的那么重要吗 当然重要 我已经没有男人管了 我不拿一点养老的钱怎么办 再说张兄老婆也在 我得做一点事堵住她的嘴 证明我是有用的 我不是在她那儿白吃白住白喝的 可是你为什么非要和张兄他们混在一起呢 要我跟谁混 你不是不要我了吗 我没上过什么学 又没有什么力气 我在这里 还能做什么呢 就只是一个标底吗 就只是一个标底吗 还有建里公司做的一些工程预算书 标底绘总表都在上面写着 你回去告诉张兄 还有那个什么建筑公司的老板 这么多数据 不能把宝春彻底给卖了吗 那我以后在宝春还能对得起谁啊 你对得起宝春的谁 你对得起我吗 你在宝春才待了几天 我跟了你多少年 只要你把标底弄到手 我跟你一了半了 绝对不再纠缠 我跟了你这么多年 总不能什么条件都没有 就把我给甩了吧 我只能尽量 但不能保证全都弄到 好 好 那你弄好之后 通知我吧 你可得快的 你有几天就开标了 我走了 小语 我那天看着你盯着楼静静看 在你眼里 她就好像是一块宝贝 一个仙女 一个小娃娃 可是你从来没那样看过我 从来都没有 我真是瞎了眼 还把你当块宝 你怎么办 我清楚地知道 扩建工程的投标文件 只有厂里高层领导掌握 罗总办公室的门离我近在咫尺 是 我不能冒险 你等一下 咱们扩建工程的标底文件 我已经退给你们了 现在在哪个部门包管 标底文件没存到厂里 应该是存在 扩建工程承建处了 你可以问我承建处 那份文件现在不在我手里 你昨天就是这套话 你到底是去找还是没找啊 小语 你知道 我现在在张熊这儿 吃人家的 喝人家的 我又不跟他干那种事 人家能白给我吗 他现在让我办这事 我就必须给他办好了 要不然 我就得跟他发生那种关系 那我成什么人了 你也不愿意我那样吧 四平 你又不是个小孩子了 干吗非要吃张熊的饭呢 你应该出去自己找份工作 要不去学点什么 你以后总要自立的吧 自立也没那么快 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你先把这事给我办好了 算我求你还不行吗 那我再想想吧 你以后不要打电话再催我了 我要去工作了 以后再联系吧 今天讨论的议题 主要是扩建工程的招标计划 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我说两句啊 我觉得啊 黄总这个扩建工程计划很好 非常有潜力 我们呢决定做好好勤工作 全力以配合 行 对不起 黄总 把你的资料给你弄湿了 这样吧 我拿出去给你吹干吧 不用了 擦擦就行了 我知道标的不在你手上 可是你是老板助手 你要想看 谁敢不给你看 事情不让你想得那么简单 我看标的 我凭什么看标的啊 如果要问我 我怎么说 小语 张雄已经放出话来了 我要是拿不到标的 我就别在这儿混了 你是知道我的 我要是被逼得无路可走 我就管不了那么多 到时候你可别怪我 你还怎么办怎么办吧 随你便 小语 小语 我爱你 真为难你了 你怎么能월李 你不觉得我 贝ť 不要 きточ并 咱もう不要 快点 呼籽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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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一想 怕影响你工作 我就快递给你了 快递费可珍贵 十块钱呢 东西我收到了 我知道 你在催我呢 但这事不容易 我在办成呢 我可没催你 我只是习惯了家里寄来的东西 咱俩要么一块吃 那我们就分给你一半 现在咱俩要分了 你习惯我还没习惯呢 都说男人变得快 我可算见识 四平啊 我真的开会呢 不方便接电话 你放心 我一定会尽快办的 好吗 好 我就等你电话 你知道我这人是最讲情谊的 我可不想到最后 咱俩弄得那么绝 我知道了 就这样吧 过后联系 再见 七贵 你帮我看看 这几个哪个好看 你要喜欢的都要 装什么大半算 要那么多干什么呀 你喜欢嘛 喜欢哪个咱就带哪个 对吧 哪怕咱一个礼拜带一次 一天都行 一天换一个 这回是我请你 你不用心疼 那也不能乱花钱 咱都进城了 能差那一分半分的吗 痛快点 要哪个都拿哪个 你才大气粗了 还没什么钱呢 瞎百谱 我跟你讲 这叫啥 这叫穷得嗦 但是 你哥请得起你 一会儿还要请你吃大餐呢 我不吃了 我一会儿得回工地 上回龙小雨给那餐卷 吃那自助餐知道吗 就那种 哥请你吃那个去 你又有餐卷了 谁给他 这回咱不用餐卷 咱给他钱 咱堂堂堂正正地卖着大步咱进去 要多钱给他多钱就完了呗 那得扛多少桶水啊 还过不过了 咱们老住家人是要面子 那也不能死要面子活受罪 你哥 我现在不送水了 换工作了 请得起你 知道吗 真的假的 换什么工作了 我在台球厅给人当服务员 没事的时候还陪人家打打球 有时候有人还给我点小费 工资是以前的两倍 行啊你 走晕了你 那 那里面是不是全是有钱人 还有小费 你天天可以免费打台球 你就爱打台球 对 我们那地方啊 是桑纳玉里边的那个台球厅 不是普普通的 澡堂的台球厅那种的 那里边人都是有钱人 他们去了以后洗澡 洗完澡 按摩 按摩完以后吃自助餐 然后就上午那打台球 全部都穿睡衣去打台球 行 咱们别去那个自助餐了 万一碰着罗晶晶 会去 是 就去你那儿 咱们先洗个澡 对 然后按摩 然后自助餐 你在那工作能打折吧 我跟他们老熟了 现在都打六折 走走走 不是 等会儿服务员 把这些都给我打包了 行了 不要了 我一个都不要 你现在拿起来太丑了 立会儿立会儿 真行 走 啥也没打啊 俱乖 这多好呀 又便宜又实惠的 你看 人人都穿成一样的 这也分不清楚谁有钱没钱呀 可不是吗 我跟你讲 想他这说话吧 多大声就多大声 没人管啊 这多痛苦呀 对不对 不是 恨死上次自助餐那个服务员了 还嫌我们说话大声 难道我们要装蚊子啊 她是狗眼看人低 等咱以后有钱了 还去这家 就找她给咱们服务 专门挑她毛病 让老板把她开除了 行吗 行 别生气 你找这么好的工作 怎么才告诉我 我早就跟你说过 可你没把我当回事 你满脑子想的都是龙小雨 不是 咱说的说的 你是脑子进水了还是傻的 阿思连 我今天陪你一下午 你才缓过身来 知道吗 我有你这样一个堂兄 我今天陪你一下午 也算是我的一点福气了吧 其实呢 我知道 我并不是你住家新称的 我是在一岁的时候 让我妈在渡船上 给我捡来的 你别听别人瞎说 你就是住家的新骨肉 你也别骗我了 派出所管户口的那小赵 是我同班同学 他看过我爸妈的收养症 我是被收养的 奇怪 不管你是不是大伯 大妈亲生的 我们都把你当住家人 就是一棵大树 种了二十年 它也该生根了 是不是 你就别胡思乱想了 亲生和林雅 那样有什么区别呀 没区别 有区别 既然咱俩没有血缘关系 那就说明你不是我的亲唐妹 我就能跟其他男人一样 对你好 我真能对你好 奇怪 堂兄就是堂兄 不管血缘怎么样 龙小雨对你那样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也是男的 我能对你好 我拼命地干 我拼命地挣钱 就是为了让你知道 在我这儿你也能吃得好 你也能买好看的 我不是陈世美啊 我面前摆十个罗晶晶 我也觉得你最好 他龙小雨不知道 你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女人 我知道啊 是不是我 我说什么让你不高兴了 刚才你说的那些话 要是从小雨嘴里说出来 那该有多好 奇怪 我知道你对我好 可是你这脑子 得用凉水冲一冲 以后这种胡思乱想 绝对不能有 你的任务就是应该多赚钱 然后回镇上找一个 没出来见过世面的姑娘 结婚生孩子 出来见过世面的 一律不能要 心都乱了 四平 你今天就跟我说实话 他龙小雨哪儿好 他好不好我心里知道 你糊不糊涂 我心里也知道 好了 快吃吧 别浪费了 他做什么 谁啊 我 当一下啊 来了 罗总 这么半天不开门 在收拾吗 是啊 罗总 你这屋里有点乱 不好意思啊 您坐 乱就乱呗 有什么呀 我今天住在厂里 刚才在楼下散了散步 看到你的灯还亮着 看来你也睡这么晚啊 是啊 罗总 你也睡不着 要不我就给你买点宵夜了 我是来跟你聊聊 不错嘛 在看书 小鱼啊 你最近给厂里提的建议 都很好 看来跟你爱学习有关哪 我也不知道没有关系 反正没事的时候 就喜欢看看书 继续努力 这是你的奖金 拿着 罗总 这么多 这是这个季度的奖金 一本厂里得奖金最高的人 都是我亲自发 这个季度 你最高 罗总 我 怎么 谢谢你 你要感谢我 就请我吃粽子吧 好啊 正好有老家给我烧来的腊肉 我一起给你尝尝 好 快去 等我一下老总 等我一下老总 还要酒 好 再两个粥 先炸炸 这是我老家的粽子 怎么样 火的粥味道不错 罗总 如果你要爱吃的话 回头我找人 让我捎了一点 跟你送过去 好 那晚 罗总在我的小屋里 和我聊了很久 看得出 他很关心我 也很信任我 我更加不想 把标底交给四平了 那样 我会觉得自己 是一个可耻的叛徒 这是我们老家的粽子 你尝一下 这四个问号 代表的是四平队伍的逼问 我知道 自己不能再拖下去了 你要的东西都在里面了 回去慢慢看吧 这里不太方便 小雨 这里都有了是吗 不缺东西了 不缺了 我是按照你给我的单子 一一查过的 我走了 小雨 你等等 你又要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只要你拿到这些东西 咱们就一了百了了吗 你就没有什么话 想对我说吗 没有 小雨 你心太狠了 你连看我都不想看一眼吗 咱俩好了那么长时间 难道是在做梦吗 四平 说话是要算数的 如果你要是不算数的话 我就把那份文件拿走 你走 你走啊 你不想管我就别管我 不想看我就别看我 我不会求你的 四平 我们都是成人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 如果你要绝对亏的话 我可以给你一些钱 你不要这样行不行 这样很好看吗 你说吧 要多少钱 谁要你的挣钱啊 你有钱就了不起去吗 滚 给我滚 你听他没有让你滚呢 你再不滚的话 你这辈子就滚不了了 你听到没有 我要是豁出去 你这辈子也毕竟过滚 我想 我和四平可以就这么分手了 这是一场平等的交易 不用出卖忠诚作为代价 换取另一个我渴望做到的忠诚 在这场交易完成之后 买卖双方就可以自由地分到扬镳了 我渴望忘记过去 让一切重新开始 我要简单快乐地生活 再不过 再不过亏心的日子 一个宫休日 罗总带着厂里的职工去了外地度假 我借口家里来了亲戚 没有去 其实 我是想和罗晶晶在一起 晶晶 晶晶 你最近玩什么去了 都快把我忘了吧 我警告你 你要是再不出现的话 你长什么样子我都忘了 忘了 那会怎么样 我跟一个陌生人去吃饭 逛街 看背影 谈恋爱啊 不行 你敢 我要把你给拴住 我啊 转过去 干嘛呀 先转过去 不许动啊 干嘛呀 不许动 是不许偷看的 你来走 不许偷看 不许偷看 不会是一条蛇吧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是不许偷看的 真好看啊 是不是很贵啊 你可以管它 我愿意 怎么那么贵啊 你为什么要买这么贵的东西 等于你好几个月工资呢 这是用我奖金买的 全场最高的奖金 所以 我一定要送你一件礼物 上次 那条手链没有给你 我觉得一直欠你的 手链不都交换过珠子了吗 干嘛那么破费啊 我知道你带的东西都很贵 其实这条链子没有多少钱 不过以后你要天天能带着它 我会幸福死的 我也很幸福 小语 我觉得好幸福啊 我觉得好幸福啊 我希望每天早上醒来 第一个干净的就是你 我也是 你愿意 小语 我们订婚吧 你愿意 你愿意 hair yo 你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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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我和金金两个人 但是 我感觉很知足 这是我有生以来 最幸福的一天 进到这里来 我听说要摘掉 身上所有的手势 是吗 是的 但是 他们说会替我好好保管的 我也只能扶走 谢谢 谢谢 好 靳靳 叉叉还没来吗 刚才打电话了 应该快到了吧 靳靳 我看还是顾个人等 你这样太累了 我想亲自来等 怕别人不尽心 你手上这颗珠子 是龙笑语送给你的吧 笑语告诉你了 我带着他 赤身给小语带来一些好运 希望如此吧 你也不高兴吧 没有啊 我也希望龙笑语能早点放出来 我 盘丁 我要是不小心伤了你 一定要谅解我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晓杨 怎么样那边 没有收获 老林接着看着呢 不过我看够呛 这几点了 谁那么三天半夜才回家 我去办了 您踢回来 你 你来电话了 汪教授回来了 真的 那我们现在就过去吧 不行 三天半夜的 汪教授一定累了 如果贸然打扰的话 说不定会让汪教授反感 我们明天早上去 好 还有一 就是这个 来 谁啊 您好 请问汪教授在吗 你们 您是包袱人吧 你们 你们是哪儿的 我们是北京来的律师 这是我的名片 这是我的名片 有律师证吗 有有有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住这儿啊 是市公安局的姚大为 姚队长告诉我的 不好意思打扰了 来 进来 请起来 请请 王夫人 王教授他 找你的 王夫人 您家装修得可真漂亮 是吧 挺有设计感的 这房有设计 我是文貌 你们是 怎么到我家里来了 我一般不在家里接待客人 对不起啊 王教授 事前没给您打招呼 就来拜访您了 我是北京中亚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我叫韩丁 这位是我的助理 刘晶晶 你好 找我有什么事 王教授 我是朱四平一案的 被告人龙小雨的辩护律师 我们来找您呢 是因为我们知道您给这个案子 做过鉴定报告 我们想 你们有律师证吗 有 你的呢 他刚刚大学毕业 他没有拿到律师证呢 我们那份血迹鉴定书 早就交给公安局的刑侦支队了 要看的话找他们去 这样比较好 王教授 我看过一份血迹鉴定报告 是由市公安局刑侦处所出具的 这是不是说明 这个案子先后有两份鉴定报告 而您的这份最终 没有被采纳呢 如果没有被采纳啊 你就更没有看得必要了 王教授 我们还是希望看一看 我们想把这两份鉴定报告 对比一下 您看能不能 你们呢 还是去找办案单位吧 我早就把材料交给他们了 同意你们看 或者不同意你们看 那是他们的事 王教授 我是这个案子的辩护律师 法律有规定 我是可以查阅各种证据文件的 像鉴定报告这种公开的材料 将来在法庭上是公示出来的 我是可以 你可以看和不可以看 那是公安局说了算 我说了不行 我是个技术人员 有什么用啊 是啊 你们赶紧走吧 我们这是回了离世拿点东西 还要出门呢 没多少时间 王教授 你帮帮我们 神明关天呢 该说的我已经都说了 请你们走吧 王教授 你看这个忙 你能不能帮一下 这样 王教授 你们赶紧走吧 老头呢血压高 也不能着急 再说呢正在休假 正在休假的话 你们就别打扰他了 是我们理解 您看看王教授 能不能帮帮我们这个忙 就对 就对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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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等等 把你们东西拿走 拿走了 我们不受理 啊 这就是两个 不过 你都不失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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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的风暖暖暖的吹 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 看见你远距身边无人跟随 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 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求求没有消退 这一刻我呼唤我想你 我已经很累 我没有责备 沉默中心与心靠近 这里有个家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这里有个家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 不能做出选择让爱排队 镜子上的指引 这里有个家我们一起会 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 有个家 覃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